我們今天繼續的主題是如何對神的供應有信心。 我們今次看的經文是《約翰福音》十章十節,誰可以讀? 我可以讀。 好的,好。 好,《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到叉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只要叫揚得心靈,並且得得更豐盛。 OK,好。 你可以解釋一下這個經文嗎? 其實都是很明顯的。 嗯,他說那些賊是要偷東西,殺害,弄壞你的東西。 但是呢,如果是神來,就是叫你有封信的生命。 嗯,OK。 耶穌會說這句說話給我們看見耶穌是誰呢? 耶穌是生命的主。 嗯,是。 更加貼切點是甚麼呢? 叫我們得生命,而且得得更加豐盛的。 他是賜我們生命的主。 他是賜我們所有一切豐盛的主。 即是甚麼呢? 即是甚麼呢? 即是最直接的那個字呢? 即是甚麼呢? 即是甚麼都供給我們咯? 生命所知的,都供給我們咯。 他是誰呢? 是誰呢? 他是賜生命的主咯。 他是賜生命的主咯。 他是救贖主,救贖主。 這裏呢,是講他是神。 即是說,當然有救贖的作用,供應我們咯。 不過我即是說,最簡單的那個字就是,他是神。 因為,為甚麼是神呢? 這句說話,為甚麼我們知道他是claim, 即是他,講出他是神。 這句說話,為甚麼講出他是神呢? 得生命咯。 沒有人能夠令我們得一個, 即是得生命和更豐盛的嘛。 是的。 只有神才做到。 是的。 這句說話,即是,是唯有耶穌才能夠賜給我們生命的。 因為有些人呢,在新約聖經耶穌沒有說到他是神。 那這個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我是,中文聖經翻譯就是,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那在原文呢,其實是,我是復活和生命。 那這個更加明顯耶穌是誰呢? 是神。 是的。 因為唯有神才能夠叫人復活的嘛。 還有,他是生命的來源。 那所以耶穌說的, 他所,說他能夠做到的事呢, 顯示出他是神的。 那譬如,另外他說呢, 信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光耗力。 也都講到, 他是誰呢? 還有,他有什麼能力呢? 大家可以講的。 信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光耗力。 這裡是講到神。 耶穌的什麼能力呢? 他的能力是可以復甦別人的生命。 活水喔。 嗯哼。 我以前,就是我沒有活水之前是, 可能是很枯乾、很死啊。 嗯哼。 神有次人盼望的能力。 神有次人, 醫治的能力。 是。 是啊。 是啊。 牧師,耶穌是道成育身的喔。 道成育身呢, 就是道就是上帝嘛。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就是說耶穌就是上帝呢? 因為他是道的嘛。 是的,那裡是約翰福音。 約翰講關於耶穌的。 啊。 約翰說耶穌是上帝。 是啊。 那我先說的是耶穌說他自己是誰。 因為有些人說耶穌沒有說他是誰, 只是人家說他是誰。 那我想,剛剛你說到耶穌是道成育身。 這句說話呢,我想大家去清楚, 知道怎樣說法是正確的。 因為呢,中文是有一個詞呢,道成育身。 他的道成,那個道不是道路的道。 這個道是道路的道, 也就是Logos,神的道,神的話。 因為中國人那些就說, 哪一個人物啊,古代人物啊,現在道成育身了。 那個道呢,就是道過那個道,就是進入。 他們進入,只是道成育身。 所以很多中國人一說,就是耶穌道成育身。 就是,他的動詞就是道。 耶穌道成育身了。 其實呢,這個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耶穌道成育身是道成了育身。 道成了育身。 正經是說,有個了字的。 他的動詞是成,成了育身。 就是說呢,這個Logos那個字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將神彰顯出來。 將神彰顯出來的,這個就是道。 就是說呢,神的彰顯成為了育身。 所以那個道呢,是一個名詞來的。 神的道成為了育身。 神的道呢,有兩個,一個是聖經。 那另一個呢,就是耶穌是神的彰顯。 那個,就是他的道的意思是彰顯, 就是神將神彰顯出來。 那麼呢,這兩個,在英文呢,都是翻譯為Word。 但是應該呢,講到,The word became flesh。 這個是用大草W,就是說呢,是神的彰顯, 成為了育身。 那麼這個道呢,就是神的意思的。 神彰顯出來的意思的。 那麼另外呢,就是神的話呢,這個是世草佳的,聖經。 聖經呢,是神的話,但是聖經不是神來的。 聖經是神的話。 那麼所以呢,我們要分清呢,就是, 這兩個道呢,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那麼我們講到,耶穌呢,我們可以說成了育身。 他成了育身。或者呢,他道呢,成了育身。 就不要說耶穌道成育身。 大家拿不到的意思嗎? 因為耶穌道成育身。 道成育身那個是, 英文聖經是,大草還是細草? 大草,我不會這麼說的。 大草就是耶穌? 是的,不是每個聖經版本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聽說應該是這樣。 即是有些聖經版本可能是用過大草。 有聖經版本就用過大草。 既然是大草,就是耶穌成了育身。 他因為呢,他的word,logos的字呢, 就是神的顯露出來。 神的彰顯,神的顯露出來。 就是神成了育身的意思。 道就是上帝的道,是不是大草? 都是的。 有漢方一章那裡, 全部都是講到神的彰顯。 這個道不是講到聖經的。 不是聖經成了育身。 OK?有沒有問題? 明白,不是神的話語成了育身。 是的,還有我們不要說耶穌道成育身。 大家明不明白,為什麼不要說耶穌道成育身。 因為那個道就是三點水做那個量度,那個度,那個度。 那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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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度。 即你有意思說重複度? 不是。 耶穌道成育身。 耶穌道成育身。 不是。 因為他將那個度字是變成另一個度。 因為呢,中文是有這句說話,道成育身。 那個度呢,是三點水做那個溫度那個度。 是。 是。 道成了育身。 就是,那個度呢,就是好像變成這樣。 那他就說耶穌道成育身。 聖經所說的,不是耶穌道成育身。 是道成了育身。 道是神的,神的彰顯成為了育身。 大家明白這件事嗎? 明白。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的。 OK,那這個意思呢,就是因為有時候, 因為中文有這句說話的, 就是有時候說,那個什麼古人, 道成育身啊。 那個神仙,道成育身啊。 有這樣的說話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耶穌道成育身。 那個道呢,是好像那些佛教的那些觀念。 而我們現在說的是神的道,成了育身。 OK? 好,那我現在看回這個經文了。 耶穌就說,我來要是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的更豐盛。 就是說到耶穌有這個權命啊。 說到祂是神,祂能夠給人生命, 並且呢,是更加豐盛的生命。 那這件事是很好的。 那豐盛生命會包括什麼呢? 哇,好啊,平安啦,喜樂啦,榮耀啦,權勁啦。 嗯,豐盛啦,健康啦,豐盛啦。 好,就是神將一切的恩典都賜給我們。 那這個呢,就是神的,祂的大恩了。 就叫我們呢,活得更加豐盛。 然後呢,對比了,耶穌說道賊。 這個道賊可以是世上的道賊, 也都可以是魔鬼啦。 那很多時候,基督徒都會馬上說是魔鬼, 那這個的確是主要的道賊。 那但是,人都是會偷竊的。 人都是會偷取人的。 人都是會偷取別人,別人有的東西的。 那我們要明白的嘛,魔鬼來呢, 就偷竊殺害偉懷。 那而,魔鬼呢,我們明白一件事呢, 就是它是,它是沒有權力偷竊的。 因為耶穌是給我們權力踐踏蛇龍蝶子嘛。 所以我們是,魔鬼是沒有權力偷竊, 除了當人犯罪的時候。 因為聖經講到,不要讓魔鬼留地, 那這個經文,上下文呢,是說到,不要貧露到日落。 還有呢,就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了。 我們呢,要行力作弓。 那所以就說開罪的。 那在那裏呢,就讓魔鬼留地步了。 就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OK,那就是說呢,魔鬼來會偷竊殺害偉懷。 那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們就會問這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我信耶穌,為什麼這麼多問題呢? 為什麼我這麼多家庭問題? 為什麼我人際問題這麼多? 為什麼我總是沒有工作? 那由這個經文怎麼回答他們呢? 他要留意一下魔鬼,就是魔鬼做了一些事情。 他不可以讓魔鬼任魔鬼作弓。 嗯哼,是,OK。 那麼原因,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生命的問題呢? 是什麼呢? 原因是什麼呢? 魔鬼毀壞他的生命。 是啊,那為什麼魔鬼會有全病毀壞他的生命呢? 是,都是神給他,他只得他而已。 他自己歡迎魔鬼。 他自己蒙蔽不知道有魔鬼,或者去歡迎。 他自己的生命有缺口,魔鬼才能進去。 是啊,問題就是他生命有魔口,被魔鬼有機會攻擊他。 他被魔鬼留地步。 有機會魔鬼入侵他的生命。 我不知道,我有一個問題很奇怪。 為什麼魔鬼,他的心智這麼強,要偷人靈魂。 要毀壞人的靈魂呢? 他的目的只是想人落地獄,是不是? 我都不太明白。 因為魔鬼已經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一切美善。 神是完全將他的同在從魔鬼身上抽離。 當神將他的同在抽離的時候,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很多神的好事。 例如空氣、陽光、雨水。 寶寶出生很可愛、很開心。 動物都很喜歡人。 這些全部都是。 實際上魔鬼,神還給他很多力量。 穿牆過壁。 又有時候可以預知未來。 神都給他多少。 是啊,他能力比你大。 他自己不滿足而已。 也不用害我們。 那個是能力。 那個是能力,不是神的存在。 因為,好像一隻牛那樣。 那隻牛呢,沒有了主人,那隻牛也是很大力的。 那個能力是他的本質的一部分。 神只是將他的同在拿走。 並沒有將那個魔鬼的能力拿走。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我們不知道解釋。 只是呢,事實上就是,魔鬼仍然有他的能力。 其實有,聖經沒有回答的東西呢, 我們只能夠說出那個情況,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那正如之前你說,為什麼魔鬼會這樣呢? 我嘗試一個解釋是什麼呢? 因為魔鬼沒有了神的本性。 沒有了神的同在。 於是,當人沒有了神的本性。 沒有了神的同在,就會變得邪惡。 那有些人去過地獄。 那有些人就很否定這些的經歷。 在網上都有很多人去這些經歷。 那其中一個呢,就非常之強烈, 而且形容得很細緻的。 就是有一個人叫做, Bill Weiss。 他呢,就是去地獄23分鐘。 你上網找呢,就找。 那我又將他翻譯了,加了中文字幕,這個影片。 他就講到他去地獄23分鐘。 他形容地獄裡面呢,是完全沒有了一切地上所有好的東西。 那是極度極度的痛苦的。 譬如說,呼吸是需要呼吸。 但是呢,在地獄裡面是沒有空氣的。 所以呼吸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那裡是很臭的。 就是比世上更臭的。 那裡呢,那種熱啊,熱得很緊要的。 但是呢,人又不死得的。 還有魔鬼不斷地折磨人。 就是說魔鬼裡面呢,盡都是惡。 它裡面呢,是全面一種邪惡啊。 傷害人的心啊。 那這個就是沒有了神的東西了。 這個就是一些人的經歷去告訴我們。 也有很多人呢,上過天堂。 我在網上呢,也有一個王全道。 王全道呢,就是我去宣教的時候認識他。 那他上天堂呢,就變成天堂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這些我們作為參考, 我們這些我們不可以說這個是絕對的教導。 不過就是說,真的有人上天堂落地獄呢, 也都是發覺呢,在天堂那裡呢,是充滿愛。 充滿恩典。充滿接納。 也都神是紀念所有我們做的東西的。 而地獄呢,就是完全是沒有了神的好的東西。痛苦。 那我回答你就是說,魔鬼沒有了神的好東西的時候呢, 就變得邪惡。 他的心就是充滿虐待狂的。 這個就是從人的解釋而已。 因為聖經是沒有解釋這個東西。 聖經只是講出這個情況, 就是為什麼,為什麼呢? 我們只是去推測, 因為它沒有了神的屬性。 沒有了神的屬性, 就是地獄那裡沒有了神的屬性, 就變得非常之邪惡啊, 絕望啊,極度的痛苦。 那些人去過地獄都說, 最大的痛苦是沒有盼望。 就是沒有盼望出來的。 那麽因為, 那麽因為, 他叫做WISE, 不是WIS, 是WIES。 那那麽他呢, 就是基督徒來的。 但是神想祂嘗一下 地獄的滋味。 所以在地獄的時候呢, 祂是感受不了, 就是祂不記得祂是基督徒。 在當時不想辭祂, 不記得祂是基督徒。 於是,祂只是當作一個 不信耶穌的人, 祂就非常之絕望了, 這個地獄的情況 OK 我們嘗試去解釋為什麼魔鬼這麼殘忍 這麼虐待狂 為什麼他拔人 是的 牧師 我覺得有些人都是這樣的 真的好像魔鬼一樣 是吧 有興起戰爭 有些人真的好像魔鬼一樣 殺人 是的 人是很殘忍的 例如有些連盟殺手 有些連盟殺手他真的 他很滿足殺到人 也有些人他很憤怒 他憤怒他釋放不了 他就找到一個方法去殺人 他就有憤怒發洩出來 這個是很可惜的現象 這裡講到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就是說呢 魔鬼會 當人聽神的話的時候 就會偷竊他整個生命 殺他的生命 還有毀壞他的生命 我們都看到的 有很多人他們不愛主 他們生命很多罪 他們發現有些共通的問題 就是他們和人生的關係有問題 他的思想很負面 他不能夠專心做事 不能夠勤力做事 沒有一種責任感 心裡面有一種反抗 抗拒人的心 也都不懂得珍惜他有的東西 就是有些人幫他的 有些基督徒幫他 但是他不懂得珍惜 有時候會向他們發怒 變成這些人幫他都放棄了 所以他們經歷很多困難 上班也都不能跟人相處 他就在生命裡面有不同的口口 而很多這些口口都是跟人有關的 就是說他們不懂得跟人相處 不懂得怎樣關心人 只是經常注目在他的困難 每天都是說 一說話就不斷道苦了 說他怎樣慘怎樣慘 所以那些人聽一聽 越聽越煩悶 也不懂得輔導 不懂得引導他 我聽到這些人 我通常會這樣說的 我說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現在很困難 那你想不想出來 我會問他這個問題 你想不想出來 我贊任交給他 你想不想 你覺得留在這些情況 你的生命是怎樣 你想不想離開這個困難的情況 你覺得有些什麼可以做的 那你有沒有試過做過 有沒有果效 你覺得有些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那這個就是我一直引導他 這個做到的方法 引導他 讓他知道他的問題 還有他有沒有動力去改變 改變的時候有什麼難處 那如果他想改變 那我就告訴他 沒有問題的 你總之要向著那個方向改善 首先你親近神 和神有信心 神也都有很多正面的思維的教導的 神是接立任何一個人 你一親近他他就歡喜 他就開始祝福你的生命了 那你的人開心了 你又和人相交 你又欣賞人的恩典 對你做的好事 那你的人就逐步逐步重建 你的生命逐步重建 那我總是給盼望他的 但是有很多人沒有這些教導的 他不懂得去幫這些人 去怎樣清理他裡面的生命 所以他就被魔鬼一路偷竊 那時候我們讀神學 教授就有講到一個情況 他說有些學生在神學院畢業 做了牧師 若干年之後 後來居然做了醉酒佬 那為什麼做醉酒佬呢 其實就是生命的婆學了 很開心可能是侍奉的壓力 或者跟人相處有問題 做得做得不好 那就喝酒 喝酒的時候覺得 借酒消愁 都一時之間有些開心 但是越喝越失控了 失控的時候跟家人吵架 又是侍奉的時候 做不到他要做的事情 那就被人炒魷魚了 炒魷魚呢 他家人也都拒絕他 因為他經常都是喝醉酒的 結果做了homeless 就是無家可歸的人 是以前神學生 以前做過牧師 但是現在做無家可歸 這個很透徹的 被魔鬼整個生命偷竊殺 也有些就真的去自殺了 有些人當他在這種憂鬱的情況 經常都有魔鬼的聲音 有很多這些負面的聲音 其實是人自己的聲音 也都有時候是魔鬼的聲音 就是人自己的聲音 就是哎呀我沒有希望的了 我不行的了 哎呀沒有人喜歡我的了 這些負面聲音 也都有時候是魔鬼的聲音 就是真是魔鬼會說話 但是不是每一個有聲音的 都是一定是魔鬼的聲音 就是兩個人都可以是 那有些人失控 就變成這種聲音 就成了一種習慣 那有 我自己個人呢 我就聽過很多人就講到他 是精神科 他就說他聽到聲音 叫他死 叫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我覺得 有些很主動是有個聲音 甚至那個聲音是有一個音質的 就是好像 好像有個人跟他講話那樣的 那這個情況 我覺得很大可能是 魔鬼更多的 那有些人呢 那有些人呢 就是經常都會出那些 負面的思想 那這個是他自己的 那但是這個慢慢的 又可以變成被魔鬼使用 就是那個人 整個人給他擦位 那我也都有很多人找過 就是他們 那幾樣東西 年紀又大了一些 身體又不懂得照顧個身體 就是整個人 睡覺又睡得不好 又肥腫 又沒有運動 跟人商交不好 又沒有工作 做這份 待會就被人炒入主 那就是 都有一些人的生命是這樣的 但是他是信耶穌的 但是他信耶穌呢 耶穌進不了他的生命 就是他根本 只是投入信 沒有給耶穌做主 那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給耶穌做主呢 我們呢就是 有封聖的生命 那這個封聖也可以追求更加封聖 但是不是封聖神學 我講一下封聖神學的特色 和聖經所講的有什麼不同呢 封聖神學是注目在封聖的 就是你一定會有錢的 如果你愛神 你一定是rich 有錢 還有成功的 那這件事呢 就是真的很有問題的 就是 保羅他不算是有錢的 就是他是有需要的一切 但是他不是有錢的 那他們這些人呢 就會很強調有錢 成功 還有另一件事也有說呢 就是 沒有病 就是說如果神愛你 你是一定沒有病的 如果你有病 是魔鬼騙你的 那 我的回應呢 聖經裡面是講到 神是可以醫治 不過 也都聖經是有講到 寶羅多次傳呼吸去加勒大 因為他有病 寶羅的同工 提摩泰因為屢次患病 不是一次 是屢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離開 另外呢 他的同工 以巴弗提和特龍飛摩都有病 以巴弗提差不多病 以至於死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 神一定會 醫好每一個人 神是可以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不得醫治 我們不去解釋 我們只說神有這個主權 是不是神不愛他呢 不是 神是愛所有人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有病呢 譬如杏林寺 祝福了很多人 但是他本身是經常都有病的 以前的中國 有些可能大家不認識的 蔡蘇娟也有很多病的 神都是使用他們去祝福多人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定義了 愛耶穌 信耶穌一定會有錢 和一定是會成功 所以這個叫成功神學 他注目在成功那裡 我們應該注目在神 我珍從神 神會給我封聖生命 封聖生命代表什麼呢 就是神會給我們有平安喜樂 有動力 有智慧 有各樣的恩賜 也都有機會給我們去發揮生命 也都給我們供應 讓我們有足夠的供應 去做到神給我們做的事 有機會給我們發揮生命 然後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這個神的完美計劃 也是他的風情之一 當我們聽神的話 就會入到這個風情生命 越聽話 越親近神 越愛神 越侍奉神 越能入到 也都是一個心態 心態 心態是 我深信神在做功 神愛我 神喜悅我 人越喜樂 就越能入到神的計劃 但是如果人用壓力的方法 就是說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要比那個人厲害 我要教堂很多人 我要增長 我的小組要多人 他有這種競爭心態的時候 也都會引致魔鬼偷竊他的 他的侍奉 所以有些人侍奉得利 沒有了喜樂 沒有了力量 所以一方面我們怎樣 有這個風情生命 另一方面就是魔鬼偷竊殺害 這個就是回應我們起初的目的 就是怎樣深信神的供應 就是不讓魔鬼偷竊殺害 而和神有親密關係 遵從他愛他 接受他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們 我們的生命就一步一步被建立 那大家可以回應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你發覺 當你聽神話生俗神的時候 你發覺你的生命一路被重建 而有些人你見到 他們沒有一路聽神的話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一路被魔鬼偷竊殺害 你有沒有發覺 這件事在你生命之中 在別人生命之中是真實的 和你在這方面有沒有問題呢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有的 如果不原諒別人的時候 即是當時覺得 當時覺得 那個人是有錯的 自己是沒有錯的 當時覺得 那個人說話都不聽 避開他 原來呢 其實我自己都綁住自己的 那個我會沒有起落 即是會失眠 是的 那我就 我完全沒有起落 但我又堅持寧修 但當時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沒有起落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就 在寧修當中 其實過了可能一段時間 那寧修當中呢 就 我就 有感動為 那個人祈禱 也都 也都求我自己 要放出來 求神幫我放出來 當我為那個人祈禱 即是我祈禱 有些 祝福要能夠祈禱 不是要改變祈禱 而是 神要進入祂內心 亦都是要進入到我 好心好心的裡面的時候 我發現 我已經原諒了祂 而我很欣賞 而我見到那個人的時候 已經不再避開了 而是可以 主動去問候祂 和好了 那我就覺得我有起落 這樣吧 嗯 好 非常好 這個就說到 就是 憎恨 不原諒 就可以被魔鬼偷笑 還有呢 我也曾經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犯一件罪 可能在我們人生之中是百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幾 但是那件罪的破壞 不僅是人生的百分之一 而是 可能是 一半的生命 譬如 胡言書人 或者是 心裡面 罷了怨恨 那個破壞 可以是整個人破壞了 或者破壞了他大部分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要看輕任何一件小罪 譬如有些 譬如有些 譬如有些人統計 就說 也有若干的基督徒 是不一直看色情 他們就不知道 其實沒有原因 因為他們孤單 他們很想在色情那裡得到 但是他們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 因為沒有 少這個教導 就是罪有破壞性 就算我們悔改神的誓言 但是會破壞生命 所以耶穌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兩人包含五章十四節 這個經文是非常之重 很貴的 也有講到 犯罪的人繼續犯罪 不會說是不能承受神的確的 那我們知道罪的破壞性的時候 又很想得到神封聖生命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說 任何一種罪 少少的犯罪 都不要去繼續 我馬上處理 我可以選擇平安輕鬆 人對我不好 我都不用介意的 那人就可以繼續平安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回應 或者分享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祈禱結束 那希望大家都應用這句說話 就是說 我怎麼得到神的祝福呢 神的供應呢 就是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愛祂 祂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能看見 二朗未能聽見 人生未能想到的東西 神就叫我生命封聖了 封聖也都會包括供應 就是一個封聖的人不會 生命是很多問題 以致祂生命是破損的 求主幫助我們 是追求神裡面的封聖 不要讓任何一個破口應用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是賜封聖的神 你是將封聖的生命賜給我們 凡是信靠親近遵從你的人 必定得著封聖的生命 求主幫助 基督徒都要了解 不只是信耶穌就必然得福 是信 遵從親近愛神的人 自奉神的人 必然得福 求主幫助我們走完神的路 神必然喜悅 必然祝福的 保守我們不要讓魔鬼留有任何的地步 不要有任何的罪 任何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 幫助我們呢 憎恨罪惡 脫離罪惡 走在神的路上 享受神的同在 慈善享受你 主要我們享受你 我們歡喜你 求主的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有喜樂有平安 有興省有力量 有動力去服侍你 去榮耀你 神你真美善 你的裡面充滿美善 你裡面充滿封聖的生命 我們很想得著你這種封聖生命 我們很想神和我們之間是沒有難阻的 沒有阻隔的 讓一切的罪都放下 如果我們任何罪 我們立刻背改 立刻求主 立刻幫我們耐心處理 不要將這些罪犯出來 即時處理 神你就喜悅的 為主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感謝天父 日絲 普通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